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春季正是吃野菜的好时节 刚好李大妈家附近长了不少决菜 她便摘了些,分给邻居一起吃 李大妈拿着刚摘的决菜 送去给王阿姨吃 没想到却被王阿姨拒绝了 并称专家说吃了会致癌的 对于王阿姨的话 李大妈将信将疑 回家上网一查 竟然真的有很多关于决菜致癌的说法 这让爱吃决菜的李大妈不知所措 甚至连做饭的心情都没了 近年来关于决菜致癌的说法 却愈演愈烈 甚至出现了决菜百分之一百致癌的说法 这到底是科学依据还是谣言 一、决菜被列为二级致癌物 还能吃吗? 决菜又名决二菜、龙头菜 吃起来鲜嫩滑爽 有着山菜之王的美称 是春季常见的野菜之一 但随着决菜致癌 千万别吃的说法出现 有些人就不敢吃了 1983年 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喜欢吃决菜的地区 人们较容易患胃癌、食道癌等恶性肿瘤 相关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决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圆绝肝的可致癌物质 2011年 决菜被世卫组织列为二B类致癌物 意味着它已被证实对动物有致癌性 对人可能致癌 决菜确实具有致癌性 因为它含有圆绝肝、黄碱醇类化合物 绝内鲜胺等致癌物 其中圆绝肝起到了主导作用 圆绝肝经过水解后会产生二系同类化合物 这是一种较强致癌性物质 同时圆绝肝也属于遗传毒性致癌物 摄入圆绝肝后会改变DNA等遗传物质 进而诱发癌症 但是抛开剂量谈毒性往往是不科学的 跟其他致癌物一样 圆绝肝存在剂量和致癌效应间的关联 剂量越多 暴露频率越高 癌症的发生几率就越高 而且癌症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 长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接触致癌物的剂量和频度外 遗传环境身体状况 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也会影响癌症的形成 所以决菜100%致癌是具有夸大性的 适量湿点是不会致癌的 湖南农业大学圆艺圆林学院蔬菜系教授黄科提醒 决菜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属于水溶性化合物 建议在食用前应用清水反复清洗 这样可以冲洗掉决菜中大部分的有害物质 然后再热炒 或者用沸水飘焯后凉拌着吃即可 需要强调的是 吃决菜要适量 切勿长期食用 2.4种蔬菜已被列入致癌名单 别上当了 近日不少网传文章称 四种蔬菜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致癌名单 要少吃 文中把娃娃菜 黑木耳 西红柿 扁豆这四种蔬菜打上了致癌物的标签 这到底是真是假 1.娃娃菜中含甲醛 吃了会致癌 有说法称 有些不法商家 为了让娃娃菜的卖相更好 能够保存更长时间 于是便将娃娃菜浸泡在甲醛中 实际上甲醛是极容易溶于水和挥发的 即使在包装娃娃菜之前占了甲醛 在运输、售卖和储存的时候 很多甲醛已经都挥发掉了 即使是娃娃菜中含有甲醛 经过重重的流失和挥发 里面所含的甲醛已经所剩无几 按照一般人的食量是不会发生中毒现象的 如果不放心 建议可以在吃娃娃菜之前 多清洗几遍即可 另外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 二、新鲜木耳会诱发皮肤癌 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叫做补鳞的光感物质 食用后可能会引起皮疹、日光性皮炎等疾病 而且不淋不溶于水 简单清洗是无法将它去除的 需要将木耳晒干 这样它才会分解 因此新鲜的木耳一定要经过晾干处理 如果木耳的泡发时间过长 会产生椰酵甲单胞菌 这种细菌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 致死率高达50%以上 因此 平时泡发干木耳的时间不能太久 泡开后的木耳应尽快烹饪、食用 三、生西红柿会导致肠癌或胃癌 未成熟的西红柿中含有番茄碱 如果大量摄入 很容易会导致中毒现象的发生 正常人摄入0.2至0.4克番茄碱 即可诱发食物中毒 但是随着西红柿的不断成熟 番茄碱的含量也会逐渐降低 因此吃完全成熟的西红柿 就不会出现中毒的问题 四、扁豆会致癌 不能吃 扁豆中的确含有一些植物凝集素 如果生吃的话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因此不建议生吃扁豆 只要将扁豆完全加热后再食用 就不会有这类风险 是可以安心食用的 三、真正致癌的这几种食物 藏在不少人的餐桌上 生活中有些常见的食物的确是会致癌的 有的还被世卫组织列为了一级致癌物 如果碰到了一定记得要避开 一、中式咸鱼 咸鱼在制作过程中 经过高浓度的盐腌制和阳光暴晒 会产生大量的亚硝基化合物 这种物质就是世界食管癌发病的主要因素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 曾深入到食管癌高发地区 发现他们的菜里有亚硝酸盐 而当亚硝酸盐进入胃部 这个酸性环境后 会跟蛋白质发生反应 产生真正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 长期大量食用 就可能导致细胞突变 诱发癌症 因此建议大家日常尽量少吃咸鱼 腊肉、酸菜等盐腌制食品 二、酒放的蔬菜 专家表示 蔬菜从采摘下来开始 生命就慢慢终止了 细胞也会发生化学改变 产生亚硝酸盐 存放的时间越久 产生的亚硝酸盐越多 研究人员对新鲜生菜 放置两天的生菜 放置五天的生菜 进行了亚硝酸盐含量检测 结果发现 后两者的亚硝酸盐含量明显增加 而且亚硝酸盐 不会因为高温烹饪而减少 长期食用酒放的蔬菜 就容易增加癌症风险 三、酒精 临床研究显示 饮酒过量会大大增加多种癌症发生的几率 如肝癌、胃癌、食道癌等 饮酒后酒精在胃和大肠里被吸收 一部分会在消化道中经过特定的酶 即乙醇脱青酶 被分解为乙全 而代谢产物乙全属于致癌物 四、烧烤食物 食物在烧烤时 会受到木炭燃料中的本病笔污染 而且食物中的脂肪经过高温裂解后 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再加上热聚和反应 亦生成本病笔这一致癌物 并且烤肉这种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难消化 容易造成大便长时间存留在肠道 而便秘就是大肠癌发病的高危因素 五、煤变食物 煤变的食物中含黄蛆酶毒素 已被证实可诱发肝癌 日常尽量避免煤变食物 因为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黄蛆酶毒素 毒素在体内蓄积 其产生的慢性中毒和致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六、高糖奶茶 很多人喜欢喝奶茶 但你知道奶茶中含有多少糖吗? 平均一杯无糖奶茶的含糖量也高达14.8克 超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25克的一半 高糖饮食与肠癌息息相关 英国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的研究者曾经对2000名肠癌患者和3000名普通志愿者进行了饮食习惯的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肠癌患者都很爱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 饮食健康很重要 春季吃野菜要学会甄别好坏 同时也要讲究适量 任何食物都不宜过量食用 建议日常饮食要保证营养均衡 食物种类尽量多样化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少吃腌制、熏制和加工类食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可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